在油站天牛时不能够使用手机 这是基本安全意识 但是还是有不少手机不离身的驾驶人士 忽略这项警告 结果引火自焚 吉隆坡文良港英达花园一家油站 今天下午就发生了手机突然爆炸起火的意外事故 一名年仅25岁的印尼女郎在天牛时接听电话 结果手机怀疑是因为气体闪爆爆炸起火 造成女子全身60%被灼伤 在油站天牛时不少驾驶者往往都会忽略 禁止使用电话这个警告牌 但一个无心之过恐怕足以让你赔上了性命 25岁的沙利斯娜今天在吉隆坡文良港天牛时 放在车内的手机突然响起 正当她打开后座车门弯下身体接听手机时 悲剧就发生了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沙利斯娜的手机在她接听后爆炸起火 身上的衣服几乎被烧光 全身有60%被灼伤 伤者宋院急救后目前伤势稳定 可别想看一通电话的威力 瞧伤者的轿车内具有多处被火烧毁的痕迹 无论如何销整单位提醒民众在进入油站后 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要使用手机 免得酿成悲剧 专家指出实际上在油站使用手机就好像开了引爆器 手机所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会产生射频电流 再引发射频火花 只要这些射频火花接触到油站的浓密易燃气体时 那就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除了不能使用手机 在油站内也禁止抽烟 禁止使用塑料容器装汽油 禁止在加油站内修车 或是在雷雨天气添油 最重要的是 在添油时一定要记得熄灭引擎 免得突发意外 以确保自己和周边民众的安全 NTV7综合报道